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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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宣讲会您没忘吧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 没忘没忘 我现在送孩子到幼儿园 完了幼儿园到基金会 就十分钟 宣讲会改地址了 改在社区医院里了 昨天晚上临时通知的 改地址了 昨天晚上 忙得我都没看手机 那是这样 小静 你能不能帮我调一下 宣讲调到最后一个 给我争取点时间 好 那您尽快啊 开车注意安全 好的好的 谢谢 怎么回事没人啊 咱们来晚了吗 放假通知 师傅 这休息了吗 师傅 又远又搞消沙工作 周三就开始放假了 下个星期才恢复上课 消息都同步发到我班级群了 小妈 你没接到通知啊 不是 这些事 平时都她妈妈管着 我知道了 爸爸 我是不是不用上学了 对啊 你不用上学了 高兴了啊 我跟你妈怎么办呢 难道你不喜欢哥哥在家吗 爸爸喜欢你一周在家待两天 其他五天呢 在幼儿园呆着 跟我上班去 挨不及了 好了 哥哥 我们到了 赶紧下车了 林老师 小婷 你好啊 来 哥哥 爸 我给你解开 爸 我给你解开 还搭着孩子来的 这王老师在安宁病房那边 比我这儿还忙 我这儿孩子一样放假了 没办法得带着他 我一会儿宣讲的时候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孩子 好 来 哥哥 快 我不要进医院 不进医院 你在医院里玩 我不要进医院 听话啊 快点 过来 林老师 你忙去吧 我在这儿陪他 行行行 那谢谢你了 孩子有点儿认生 听阿姨的话知道吗 不许淘气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林哥哥 马术俱乐部 算得上比较新鲜的环境 但是专业门槛高 记录有余 但是体验会不足 一期录下来很有可能 只是个花架子 没什么突破点啊 妙媚觉得呢 周全的选题 他肯定有解决办法吧 关于没有戏剧性这一点 你是不是有突破口啊 不愧是老战友 还是你了解我 田总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选择 马术俱乐部这个选题呢 是因为我觉得 它的好处在于 许多能够送子女去学习 马术的家庭呢 他们都属于高净值家庭 他们的收入高 生活水平高 但是又有许多 撕腰马皮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的生活条件差 收入低 这是一个天然的矛盾点所在 也正是我要切入的点 可是 人为放大这种差异合适吗 我们是职业体验 又不是穷爸爸 富爸爸 可这正是观众们的 嗨点所在 我搜索过许多 同类型视频的点击率 数据都非常地好看 好了 不管是差异还是嗨点 能引起关注就是好选题 这一期的选题暂定这个吧 帅帅你先联系一下 马术俱乐部 沟通一下 具体的拍摄时间和方案 好的 田总 面白这一期就配合吧 以后就这样 谁做的选题谁主抓 其他人打配合就好 省得意见多了也麻烦 明白 但关于拍摄你会骑马吗 不会 没事了 田总 我以前骑过马 如果这次喵喵害怕的话 可以由我来出镜 但是要保证视频的主体性 不能随 没关系 田总 我没意见 来 眼神再给一点 再魅惑一点 对 给点侧面 把你的曲线展露出来 对 停起来 停起来 对对对 嗯 嗯 小五 停一下 我停下光 去补一下妆 我不是很能理解啊 咱们不是拍马术的体验吗 这有必要拍成这样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了解 和近距离接触马术的 我们这期节目呢 除了要制造出矛盾和差距外 还要制造出梦境 要拍出人们想象中的马术运动 小五 可以开始了 嗯 模特 你这次再多给一点魅惑感 狂野起来 好吧 你看 富有 性感 致富诱惑 元素都齐了 我觉得这不是职业体验了 简直就是虚构短片 提醒一下 田总说了 谁的项目谁主张 内容上你就不用操心了 还有职业体验在走下坡路 我这是在帮你 谢谢了啊 不客气 淼淼 过来帮我一下 小赵 你在干吗呢 还把风给上 模特 椅子在那呢 不会用上吗 曲线 曲线呢 屁股翘起来啊 曲线呢 托低一点 托低一点 来 可以吗 个点身子 我 什么事啊 你这两天很平静啊 说明我成长了呗 这不大家喜闻乐见的吗 一个刺头 被磨平了 揉圆了 夹着尾巴做人 少跟我扯淡 这孩子静悄悄 必定在作妖 你想干什么呀 心里盘算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呗 你就当我骑驴长马 你骑驴长马没有问题 但你得把这驴给我骑稳了 别惹得人家最后撂折子了 把你摔个半死 你对公司失望 我能理解 可我不仅是公司的一员 你的同事 我还是你的朋友 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怎么打算的 我就叮嘱你一句 解决问题 不在手段 而在结果 就是 长久未来的结果 我没卖你的意思 其实吧 我不光觉得你是我朋友 我还把你当成我师父 我这个徒弟呢 也许很不成器 但是呢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自己的底线 不过你放心吧 我不会在自己 还是个飞蛾的时候 我就去扑火的 我会用他们的规则和逻辑 来改写这一切 小妮 谢谢啊 林老师 您放心 孩子睡着了 睡着了 老头 谢谢啊 不客气 您先带孩子回去吧 有什么事啊 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 好 好 来 谢谢 这次宣讲还挺有效果的 不少默契病人和家属 都在考虑缓和治疗 申请安宁病房 但是下病房的人手太少 服务又不能打折扣 我们现在就一个人 当两个人顶上去 人手是一直落缺 看想办法能不能继续招一些人 或者补充一些治愿者 看行不行啊 这么快 有事啊 怎么样 太平人寿忘了跟你说了 给狗狗买那个意外险 理赔完了都 这不刚刚到上 你这么忙什么时候去办的呀 我哪有时间去呀 网上办的 这都武器时代了 动动手指头 网上都能办 本来买保险 只为图个安心 没想到关键时候还真用上 这段时间在安宁 我也想明白了很多 只要家里人太太平平 比啥都强 这次狗狗出事 我心里还挺内疚的 行了 别再想了 孩子皮实 再说了男孩 咳咳蹦蹦都正常 是吧 太平人寿 那绿色医疗通道 给安排的复诊 带他去看了不没事了 但是呢 咱俩都这么忙 往后这带狗狗 确实是个事 他马上就放假了 他说在家 必须得有人待了呀 你又想找保姆 那怎么办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行吧 你先找找看吧 有你看上眼的 我再把二次关 看看能不能平衡好 那我明天先找着啊 想要去做 你有什么啊 我看上去 其实就这么忙了 你不想吃下去吧 早上 我都不想吃了 他我也想吃了 你不想吃了 你只想吃了 这个 sorcery 他是想吃了 你已经吃了 你又想吃了 你吃了 你就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不是 我们想多了 我现在开心得不得了呢 我跟你说啊 帅帅这期节目呢 又如愿策划出了一场闹剧 他用俱乐部的马夫跟会员 起了冲突 这吵得人仰马翻 这肯定又是一期 话题报表 点击报表的节目 这别提他有多开心了 不是 那你为什么开心啊 我开心的是 天要使其灭亡 必先令其疯狂 他总这么制造事端 把别人扔在漩涡中心 那早晚有一天 他自己得深陷其中吧 你为这事开心啊 淼淼 你别把眼光 放在这些人的身上 小人得知很多的 你跟他们赌气是气不过的 我不赌气 我点火 怎么还点火呢 怎么这事过不去了 这事马上又过去了 你别担心 我现在不是那个 愣头清理妙妙了 我自有妙计 总之你就放心吧 更不放心 加倍艾特羊奶粉 突破十大胃养效果 给宝宝更好的营养 羊奶粉 我只选加倍艾特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喵喵的职业体验系列Vlog的博主 林喵喵 呃 今天呢 可能是我录制该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自媒体策划人员的职业体验 其实我创作这个系列最初的目的 是想要帮助大家了解到各行各业 打碎职业间的壁垒 呃 建立起换位思考和良性沟通的桥梁 可是后来 节目的发展 与我最初的理念背道而驰了 非虚构变成了虚构 还原变成了策划 为了追求好看的数据 走上了过度制造矛盾 加深人们偏见的歧路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揭秘一下 一期节目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 下面你们看到的视频呢 是我在未告知的情况下 拍摄的策划会片段 配合马术俱乐部那期效果更佳 等一下 请你的示 Royal Stafford 组绍的多确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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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Nazi 来 谁 别怕 是我 你吓死我了 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屋灯亮了 就上来了 你在我楼下蹲点呢 送完你之后 我就没回去 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状态不对劲 因为这个 是不是因为我 你少往脸上贴金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我是为了正义 我为了捍卫自己心中的新闻真实 不只是为了你 正苗 你冷静想一下 曝光行业内幕 是一时爽了 满足了你的正义感 但有没有想过 明天你的同事 你的老板怎么看你 我没没想过 你也知道我 我这个人做事吧 就是比脑子快 这我也没有想到 这传播得比我还快 你是不是觉得我做得不对啊 也不是不对 也不是不对 就是太鲁莽了 如果这件事提前跟我说 我肯定会拦着你 不让你这么干的 这太冲动了 是 我就是一个冲动的傻子嘛 你是不是后悔 跟我在一起了 淼淼 我就喜欢你这个傻劲 你想想吧 你这么有血气 意气势作 冲冠一路未蓝眼 你知不知道 你摔爆了 反正我 事已至死了 而且有你在我身边 无论有什么风暴 我都可以坦然面对了 不签吗 能躲过金翼 躲不过明天的 我不是怕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跟他杠 你知道 人在深夜的时候吧 就特别容易情绪化 所以我这叫避其锋芒 是 你是没说错 但你昨晚都要 和他有个了结 事闹我这么大 你要我怎么收场啊 怎么收场 怎么 还能怎么收场 前有程序员 山库跑路 经由我林淼淼 自暴辞职 我不管他田田 怎么处理我 反正我是不打算 在这个晚上干了 凭我这经验和水平 我还找不到下家吗 反正也睡不着 不如 现在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此时不做更该合适 没想到啊 还是个发泄小两个 你帮我改改简历 我到时候找一找招聘信息 热了 我跟你说 心静自然凉啊 我 我都不急躁 你急躁个什么劲 我想让你帮我改改简历 找我招聘信息 现在才三点嘛 到时候等到上班点 我就去应用就义 反正辞职完回来 有的是时间睡觉 那你别别别动了 我 密码不证据 没 没错呀 不许看网上的信息 我给你点个夜宵 算得有眼力加 吃点东西 要注意缓解紧张情绪 我不紧张 这紧张是他们 我跟你说 什么密码啊 怎么还没错呢 我这 不许看 reb 怎么了 害怕了 说实话 有点心虚 那我陪你一起上去 不用了 你现在不宜露面 而且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 不能再把你绞进来了 更何况 你在的话 非常影响我的发挥 行 那我等着你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告诉卫生 我立刻上去 我去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淼淼的职业体验系列 网络的博主妙妙 今天呢 可能是我录制该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 你发这个视频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有病 说话小心点 我说了哪句话不是事实 其实我创作这个系列最初的目的 先录节目 再立人设 进而推翻人设 话题导向反转 点报热点 这不都是方案内的吗 我做的就是给你这个系列助力啊 怎么 没沟通清楚吗 你跟谁沟通了 你就是针对我 你知不知道 因为这个视频 我被人网爆了 我的身份都被扒出来了 你看看微博 底下有多少评论都在骂我 你知道我的感受吗 你就应该感受感受 现在板子打自己身上的手 知道疼了 当初你编排前三一 利用他讲故事的时候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你设计其他受访者 故意制造对立 毛多人讨论的时候 你考虑过那些人的感受吗 你别把我逼急了 逼急了我 怎么的 想跟我算账 那我劝你最好快一点 不然等我走了以后呢 你那些背后捅刀子的小人伎俩 可就施展不起来了 干吗呀 想动手 在这儿 在这儿 还有楼下 在这儿 还有楼下 林淼淼 进来 友情提醒啊 我练过好几年拳击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呀 我只是守住了自己的本心 没有丝毫作假的 就是说是 你知道你这么一发 会引发多大乱子 乱子 田总 您看啊 您看这个业内讨论度 还有热度 不就是您想要的吗 从我发出来 到您把它删了 总共才三四个小时 就有这样的效果了 您要让它一直挂着 我估计啊 这个数据还能再翻个方呢 林淼淼 林淼淼 你这次错得离谱 在职场问对错 你这次错得离谱 在职场问对错 你这次错得离谱 可是不成熟的表现 论对错 就是罪错的事 这是您说的 况且 现在的数据和流量 不正是您想要的吗 说完了 说完了 你这么做 是凭了你心里的恶气 但是你为公司考虑过吗 你为外面那些 日日夜夜 和你朝夕相处的同事考虑过吗 如果你这么做 真的影响了公司的运营 蝴蝶效应引发的连锁反应 你砸的不是自己的饭碗 你砸的是 大家吃饭的锅 这锅里做的饭已经脏了 吃了也不怕反胃 我不可能喂了一口吃的 连最基本的善恶是非观都不分了 我以为你只是个性冲突 我以为你只是个性冲突 没想到 你是天真愚蠢的可笑 路是你自己选的 将来别后悔 打包 走远 你放心吧 东西我已经收着差不多了 这就走 辞职信已经发过去了 江湖路远 您多珍重吧 这么隆重啊 还要单独告别 如果我说吧 在这儿有什么好留恋的 也就是你了 我之前说过 我在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是我师父 从我第一天来这儿 你就用你的方式引导我 帮助我 所以我肯定得当面跟你道别呀 特别发自内心地想感谢你 你可别谢我 就因为你这个事啊 全公司的年终奖 可能都泡汤了 这事要是处理不好 万象都不一定能干下去 对 以前以为你就是个愣头青 是个敢打敢拼 有想法的姑娘 看来我是低姑娘 你就是个缺险而傻子 对不起啊 连累你跟大家了 后悔了 不后悔 不后悔就对了 不后悔了 跟你说实话啊 你干这事啊 我觉得特殊 年轻人嘛 就有一股子毛劲 那才对 要是所有人都低着头 循规蹈矩的一天会一天 那这个世界不成一滩死水了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才有波澜 有的波澜才有意思嘛 是不是 行了 年轻人 既然不后悔 那就要一直勇敢地走下去 步子都买出去了 可不能连连不舍地总回头了 那你也多保重 不要搞那么伤感 这个世界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说不定哪天 我们又成同事了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 谢谢 三一 陈彬 有没有为难你 别往上踏啊 别回头就是跟着我走 这个位置他们还能看见我们 得留一个潇洒的背影给他们 面子不能丢 Wakofi 看不见了吧应该 看不见了 淼淼 你真没事吗 没事 我就是心生感慨 你还记得 吕家伟走的时候吗 你怎么又提他 你看你又想多了嘛 你去过来坐下 你把这放地上 我的意思是说 李嘉伟走的时候呢 没有人理他 我当时还吐死湖北 感慨了一番 但今天换成是我走了 除了逍遥走 同样没人来送我 我突然就想起 你安慰我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 别高估同事的情感 做好分内的事 那是哪一句 你说 有没有人送我 你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会来接我 你 我不是说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有没有人送你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我怎么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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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起来 你不想起来 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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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že 老母亲 老公 老婆 您喝水 好 谢谢 谢谢 大哥 我跟您说 咱再穷不能穷教育 现在育儿八姨这一块 也是重要的教育一款 你看你家孩子 这么机灵可爱 咱可得好好培养培养 可是我跟你说大哥 你现在这预算确实低 你这样只能请到资历浅 学历低 年龄偏大一点的保姆 我建议你啊 大哥 咱每个月加四千块钱 这样呢 咱金牌请不到 银牌也是值得考虑的嘛 你放心 大哥 我们这儿的银牌保姆 都是工作三年以上经历 受到雇主好评 是受过专业培训的 行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啊 增加四千块钱预算 也不是个小数目 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明白 大哥 像你这种情况呢 其实我们这儿很普遍 您和妻子 都忙着在外面操劳工作 对 这家里呢 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好的保姆 来帮您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 你说对吧 大哥 你看看 现在这是我们这个行业 最旺的季节 这个决定你可得抓紧下 这些年我们在你们家 换了七个保姆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的 说不干就不干了 什么意思啊 连招务都不打一个 大哥 你到底是关不着眼呀 走走走 到里面去 我们约了 我告诉你啊 我再给你约了去 这个事你今天必须 给我陪我啊 有 有 有 我没用 都忙着呢 三个时间给你打理这事 大哥 您看看我刚才跟你说的 要不要我现在马上给你 请两个过来 然后你们当面好好聊一聊 也行 行 在外面随便要吃一口得了 早上看了点啊 都不怎么腻啊 有一个呢 说是在路上堵着呢 等我再等会儿 你吃了吗 就这样了 你呢 晚上去接下逗逗 我今天肯定要加班 没时间 行 行 行 换了 要了啊 叔叔 喝点水 别噎着 谢谢啊 兄弟 我也是想找个保姆 刚在家政公司里 看见你跟他们聊 一看就是有经验 跟你这儿取起精美 好 大哥 自己的孩子啊 中年失婚了 没有没有 两个子都忙 顾不过来 这两天不是孩子放假吗 没地儿存呢 只有身边儿带着了 想找个保姆 给解解忧呗 大哥 这个事老妈你想简单了 怎么叫解忧啊 找找好保姆 那叫解忧 那找不着好保姆 那叫添堵 一提起找保姆的事啊 说多了都是眼泪啊 大哥 你这人病了没有啊 没呢 没定好 我跟你说啊 一定要多使用几分 大哥 回头啊 我给你传说传说 我的心得 保证让你在 找保姆的道路上 绝对不踩抗 我热心 老林 你干吗呢 刚从家政中心出来 这会儿在超市买菜 家政中心 各个不是总没人管吗 我寻思找个阿姨 怎么了 你有事啊 也没 也没啥事 爸把地址发给你 你一会儿别把线放那么长 不然把自己给缠上了 小傻子 林哥哥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自己有多快乐 你得珍惜你的幼儿园时光 知道吗 姐姐 你不是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幼儿园的吗 我也想呀 可我回不去了呀 为什么 难道是幼儿园的课太难了吗 是 来 拿住了啊 一花儿说 一二三 走 你可能都忘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了吧 一天到晚就知道啥乐呀我 可这长大了连个小模样都没有 行了 得比哭海难堪 我还是喜欢你小时候的样子啊 我小时候没心没肺呗 也就跟他似的 对 长大了有心思吗 找男朋友都是先斩后奏 怎么还记着这茬呢 我 那 那 那你跟我妈 你们俩结婚 离婚又复婚 不是也没跟我商量 是他 你一下 看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 看来不是情感上的事 那就是工作上呗 出什么事呢 说吧 我今天辞职了 在临走前在公司大闹了一场 这辞职就辞职了 怎么还闹了一场 怎么闹了呀 就是吧 反正就是互联网那点事 乱七八糟的 我说了你也听不懂 但是我没吃亏 你放心吧 那行 那就行 工作上的事不懂了也不问 但是有一点啊 既然已经发生的事 就不要再纠结他了 知道吗 工作辞了再找了 实在最近一段时间 不想工作了 搬回家来住 爸养你 你养我呀 你这话听着可真踏实 但是呢 我可不想啃老啊 就算我回家了 我天天在家游手好闲的 我得被我妈念经念习 那行 咱家变天了 你知道吗 现在在家里 我做主知道 说一不二 踏实搬回来 你 你就别在这儿抖威风了 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还装 那回家来 把烧几个好菜给你压压惊 压惊了 我是怕回家把我妈给惊着了 本来吧 我干这行我妈就不乐意 是我自己一一孤行 可是现在呢 我这转正不到一年 我就辞职了 难道我妈不得抓住这机会 借题发挥啊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 等待和守候 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你我百轰千回的喜乐和忧愁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我只想像现在还小事 我anya不想像你 我真的不想像你 你不想像你 我又是想像你 我又是想像我 一样 你只是想像你 我 他 他们 我 我 Oh h 我 你 你 你 别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给我你多年以后 扔我紧的手 给你承受 你给我迁就 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我你违禁雕琢的天真和自由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给你带着微笑的渴望和温柔 给你带着微笑的渴望和温柔